哈囉 大家好 我是沛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的影片要來跟大家揭秘一下 在英國倫敦一天的花費大概是多少 那我這次就是會測試兩個極端 一個極端就是早中晚餐三餐都在外面吃 另外一個就是早中晚餐都在家裡煮 看這樣子他們兩個的花費到底是差多少 影片開始之前呢 讓我跟你們介紹今天的影片贊助商 就是Ana Luisa 大家應該已經對Ana Luisa都不陌生了吧 我之前影片裡面就有介紹過他們家的飾品 這次呢我也挑了幾樣真的是很不錯很不錯的飾品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平常是一個比較低調一個比較簡單 想要小小裝飾的小姿女的話呢 我覺得這次挑的飾品呢很適合你 我這次呢挑了他們家的一枚小可頌 這個小可頌呢我自己覺得超可愛 不會讓人家一下子看到就注意到說 欸你今天帶了一個蠻大CAN的戒指 就是人家如果稍微有看到就會覺得說 欸蠻精緻蠻漂亮的 另外一個呢我挑了一個這個超級簡單的 基本上就是這樣一圈這樣子金色的東西 這個呢我自己當時候看的時候也覺得 這個這麼簡單我要挑嗎 這個不就很像是那個可樂上面的那個拉環嗎 但是我跟你說真的真的 這個呢應該算是我這次挑最喜歡的東西 它跟其他的戒指呢真的很好搭 不管是像是我上一次挑的那個 肥嘟嘟的那個貴妃戒指 你看這樣子搭起來我覺得也很好看 它就是起到一個綠葉的作用 它不是什麼主角 它不是什麼你一看到會覺得說 欸這個戒指很漂亮的東西 但是它真的可以很好的呢 跟其他的戒指去做搭配 讓人家不會覺得說你的手就有點空空的 就是有一點小東西 但是呢又不會喧兵奪主 搶了主角的風采 所以我自己真的蠻推薦這枚戒指的 讓自己的手上呢就是 忙碌一點 有點busy 大家也知道就是黑舞快要到了 Ana Luisa他們家呢有一個他們今年最大的折扣 就是呢你買兩件第二件四折 所以呢真的今天給大家看了一系列呢 我怎麼樣疊搭他們家的飾品 所以呢大家現在趕快去資訊欄衝去他們家 選幾個你最喜歡的一定要偶數好嗎 因為你買一件第二件才有四折啊 我自己最近最喜歡戴的呢就是這樣子的 一個小可頌跟金圈夾在一起 我自己覺得超好看 所以我的商品的連結呢還有折扣的資訊呢 我都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讓我們再一次謝謝Ana Luisa贊助這支影片 那我們現在呢就開始跟我過一天三餐在外 要花多少錢呢 我們去煮一下 用來打著煮一下 一個小玉米の組裝 我們其實要放下了 火鍋送擊 然後關火鍋 調香 了解 先把火鍋 再煮一下 I'm getting closer Yeah I'm looking ahead looking out for someone like you Maybe someday when I've grown older 這邊跟大家解釋一下就是那時候我拍 我去上班然後去咖啡店 買早餐等等之類 去上班的這個路途呢 其實都有拍下來但是因為我都是用手機拍的 我後來手機在更新iOS系統的時候呢 就不小心被重置了 裡面的footage呢就是都不見了 所以說大家見諒一下可能會就是畫面有點跳的分割 天啊經過一番波折呢 我現在回到家了 今天work from home 傻眼耶那早上一看到就是 有那個消防車的時候還不覺得是我們自己家 然後要走進去我們家的時候發現 咦怎麼會就是都是圍在我家旁邊這樣子 結果後來就是裡面的那個保全就說 就是剛剛有大火這樣子 不大火啦我講什麼誇張欸 就是說剛剛有一點火 然後後來呢就是那個工程那邊的人又說 就是可能會有一切power cut 今天是沒有辦法在辦公室工作的 所以呢我就回家啦 雖然說今天沒有辦法在辦公室上班 但是今天一整天呢 的三餐也是都要在外面吃喔 所以說我們現在先來吃剛剛我買的那個蛋塔 然後那個蛋塔呢就是 經過剛剛的這樣波折之後 它已經有點被我壓扁了 咖啡早就喝完了啦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剛剛買這樣子一杯cappuccino 還有就是一個蛋塔 這樣是多少錢 剛剛的cappuccino一杯是2.85磅 然後呢這個蛋塔一顆是1.8 所以加起來大概是2334磅 4磅 4.65磅 應該是沒有算錯的話 OK簡單快速的呢吃完了我的早餐 因為平常其實我是不吃早餐的 因為我是每天都會實施那個 間歇性斷食 只吃午餐跟晚餐的 所以說其實平常早餐吃 對我來說就是加一點點 我就覺得會很飽了 今天去的這間呢 是算是那種法式的咖啡店 那以前呢我最喜歡點他們家的scramble egg 就是他會放在一個那種小盒子裡面 然後他裡面就是會有點像蒸蛋吧 反正就是我覺得那個很好吃啦 但是他們現在既然沒有賣了 我整個傻眼 所以說今天只好將就呢 就隨便吃個蛋塔 那等一下午餐呢 再來跟大家check in 就是我要吃什麼 然後花多少錢呢 我現在呢餓到一個爆炸 每次怎樣我吃早餐就會這樣子 就是每次早餐都沒事 但是我只要有吃早餐 我很快 就是現在才12點45分 我就已經肚子很餓了 就是很餓很餓的那種 我不是說就一點點餓 是那種很餓 但會覺得 雞腸鹿鹿的那種感覺 所以呢 我差不多是時候要去吃我的午餐了 目前呢 在前往一間Pizza餐廳的路上 雖然說今天呢在家工作 但是呢還是想要營造那種就是 在外面工作 然後出去吃飯的那種感覺 所以呢雖然說可以好好的在家裡 就是吃Pizza 但是我還是決定呢 就是要去餐廳 請幫我按個讚還有訂閱喔 So cold 現在已經11月了 然後就是真的開始變冷了 現在就是拿著相機的那隻手呢 已經有點就是動到就是沒有知覺了 我們現在呢在一間義大利的餐廳 叫做Zia Lucia 然後這間餐廳呢蠻有名的 就是做Pizza很有名 那之前呢 我好像在封城日記有來吃過吧 但那時候是只能外帶 那我今天呢就是要內用喔 那我今天呢就是要內用喔 這個看起來很不錯 你們準備好了嗎 對 我請給你們吃一下 在傳統的基礎 對 傳統的基礎 我們現在就出發宵 對 我做一個觀光 對 我們要在邊試味 打冷藏 10秒 你拿到今天 可以喔 你一邊做到 我現在的空間 會不會重視 有什麼 總統的基礎 就是 一切都很好的選擇 你們怎麼吃的? 你們是否有策略? 好 Alright 現在是晚餐時間了 那我今天晚餐呢 要去China Town 跟我一些朋友聚聚餐 那今天晚餐要吃的呢 是我很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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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想吃很久的冒菜 不知道大家不知道冒菜是什麼 冒菜就是麻辣湯 其實就是有點像麻辣火鍋 幫你煮好之後直接可以吃的那一種 那那一間呢 他們家的乾鍋也很好吃 那今天就有點不太知道 到底吃要兩種都吃 還是只要吃冒菜 看心情去了再說這樣 其實現在也沒有很餓 因為中午的披薩有點飽 哇 亞洲菜呢就是 吃到就會覺得很開胃 所以呢我還是決定一定要去 我們現在來到了華人的夜生活區 China Town 人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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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我好久沒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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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好多人喔 為什麼要虐待自己 我好久沒看到 這次在嘴巴幹嘛 小林 小林 啊小林 小林 我沒有拍到你們的臉 對 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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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小林 我沒有拍到你們的臉 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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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菇白飯三碗 謝謝 好久沒有來川娜湯 我剛一出來嚇風欸 好多人夜總會啊 我以為我來到那個倩女幽魂的商店 是怎樣 耶來來來 真的好壯觀喔 謝謝 看起來超好吃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乾鍋 就是快要比我的臉胎要大的 超過大很多吧 沒有就是那個實體的面積 好來趕快吃吃吃啊 天啊好期待喔 快到嗎 哇 OK 那我們現在就來總結一下 第一天呢 三餐都在外吃的話 這樣子是多少錢 早餐呢 是4.65磅 中午的午餐呢 我點的那一份披薩呢 是11.5磅左右 但是呢 因為是男友付錢 所以呢 就不算 沒有啦 沒有啦 還是要加進去 4.65磅呢 加11.5 然後晚餐的話呢 那個乾鍋 就是三人份的嘛 那我們三個人一個人 後來平均share下來呢 是30磅 再加30 這樣子一天下來呢 三餐都在外吃的話 在英國倫敦 我的一天的消費呢 是46.15磅 46.15 以現在的匯率算呢 大概是台幣1753元 早安 我們現在呢 要來做我們的早餐 我今天呢 想要吃Hush Browns 吃Hush Browns呢 超級簡單 就只要拿一個這種烤盤 然後呢 鋪上直 放進去 送烤箱就可以了 烤箱呢 我們預熱大概200度 我比較懶啦 我不會等它熱了 我現在就可以先放進去 接下來來準備我想要吃的Scrumble Egg 我會吃本書餅 我喜歡的炒蛋呢 是那種有一點沒有那麼熟的 所以你要一直去剝它 然後當你覺得它好像欸 差不多結束了 就火關掉 關火 然後呢用它那個盤子上面的那個餘溫 煮它它就會熟了 這樣就可以了 雖然你現在這樣看起來會覺得 有點深 因為這邊都還是液體的 可是它等一下就會熟了 因為我就很喜歡吃這種很暖暖暖暖嫩嫩的 perfect 然後呢再把它轉移到盤子上就可以了 ok 現在來問問大家 你們覺得吃薯餅的靈魂是什麼 我先回答啦 我覺得吃薯餅呢就是一定要配番茄醬 這個番茄醬呢是我男朋友在意大利的那種雜貨店買的很好吃 然後如果你不想要那麼搞剛去買一個意大利的這種番茄醬的話 你可以去買就是waitrose它有一個 我忘記叫什麼牌子 我把圖片貼在這邊 那個番茄醬呢也很好吃 千萬不要給我去買那種什麼hands 那種就是你知道很cheap的番茄醬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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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找這種是真正番茄做的番茄醬 不是那種人工香料加工而成的 這個是真的番茄 沒有什麼其他的鬼東西 好啦那這樣子呢就是我今天的早餐 沒有特別健康啦 因為薯餅就不是一個健康的東西 可是就是你知道吃起來是很有滿足感 現在是11點19分我才要來弄早餐 所以等一下午餐大概是2點才會吃 我覺得炒飯啊真的是各種蛋類的做法 我最喜歡的一樣 就是 然後剛剛我放了三顆看起來沒有很多吧 然後來吃這個是薯餅 要沾番茄醬 現在呢已經1點51分了 所以呢我也是差不多要去吃午餐了 雖然我真的是一點都不餓 一點點都不餓 我們就簡單吃個沙拉吧 但是我剛看了一下我們家的冰箱 就是原料有點缺少 所以呢就跟我一起去超市買一些 我做一個簡單就是比較清涼的沙拉 會用些什麼吧 沒錯我就是現在就是穿著我的家居服 就可以出門了 真的很方便耶 完全是在隨便穿 我回來了現在就來做一個簡單的沙拉 我剛買的這個Rocket Salad 放進去 差不多了很多很多 拿出你的番茄 打不開 啊 OK 你們喜歡吃Architrogue嗎我超愛 可是我不知道它中文叫什麼 加四個差不多 再來加上義大利的這個是 帕瑪森起司 Parmigiano WOW Nice packaging Rocket Salad 跟這個呢幾乎是絕配 但是我本人沒有那麼愛吃起司啦 所以我一點點就好了 我的午餐呢就這樣完成啦 就看起來色彩就是蠻漂亮的 我自己還蠻喜歡這樣子吃的啦 你們可以試試看 我現在呢有點嘴饞 所以我剛剛去找了一個零食來吃 這個是抹茶的羊羹 這一顆就要2.79磅 挺貴的 你們大家喜歡吃羊羹嗎 我超喜歡 可是我還沒有吃過抹茶口味的 上次我吃那個原味就是紅豆的那種 然後我男朋友吃他說他覺得還好 他覺得不難吃但是他不會想要吃 嗯 蠻好吃的喔 你們大家愛抹茶嗎 我超愛抹茶 抹茶是我永遠的神 我之後如果要回購 我應該會買抹茶的不會買紅豆的 因為紅豆我覺得蠻甜的 這個我覺得剛剛好 嗯 今天的晚餐呢是男友來上廚 拆一下我拆掉喔 然後發現要給鏡頭看一下 今天呢是一個肉的大餐 超多肉 現在在準備牛排 鹽和胡椒橄欖油按摩一下 不覺得男友水我VLOG還蠻可愛的嗎 現在在做他很無聊的沙拉 這是甜菜根 直接在碗裡切切切 準備煎牛排 不得不說男友的牛排呢 煎的確實是蠻好的 好可愛的 完美的三分手 咦 差一點撞到 好可愛的 OK 現在來總結 我們這三餐呢 都在家吃 到底花了多少錢 我剛剛算了一下 我覺得差別還蠻大的喔 我早餐是吃三塊薯餅 還有三顆蛋 那一袋薯餅呢 一整大袋呢是三磅 那我只吃其中三個 我稍微算了一下 大概是0.45磅 雞蛋的話呢 12顆呢是4磅 那我吃了三顆 所以大概就是1磅 沙拉午餐的話呢 我用的那個Rocket Sala 大概就是用一咪咪而已 所以我們算0.2磅 因為那一袋就是1磅 我還有買了那罐Archicure的罐頭嘛 那那個罐頭呢 大概可以用5次吧 我用的量 所以呢就算0.36磅 晚餐的話呢 我們吃的還蠻多的 因為有很多肉 你們也看到了 羊肉的話呢是8.5磅 牛排的話呢是4.5磅 還有那個 雞肉 sausage 我完全沒吃 但是那個呢就是2.1磅 番茄的話 就整體來說算是1磅 因為我們就一整合用完了這樣子 還有我男朋友還有吃那個Fucaccia 就是他們義大利的那種厚麵包 那個的話呢是2磅 但是其實我們這一餐呢 並沒有吃完 我們這一餐呢後來隔一天 又再又一餐 就是兩個人一起把它吃完了 所以現在我們來算一下啊 早餐的話呢是1磅加0.45磅 然後呢午餐的話呢0.2加0.36 目前早餐跟中餐加起來是4.02磅 晚餐把我剛剛講的那些加一加的話 總共兩個人呢是18.1磅 但是呢因為我們那一餐又分了兩餐才吃完 所以要再除以二 除以二呢之後就變9.05磅 那因為是兩個人嘛 我今天只是要算我一個人的 所以要再除以二 就是我那一天呢 我吃的那一份 我一個人的開銷呢是4.5磅 4.5磅呢加上我們剛剛算的4.02 早餐跟午餐4.02 加起來呢總共是8.52磅 8.52磅的乘以台灣現在的匯率呢是 323.76台幣 我在英國倫敦 如果一天三餐在家裡自己煮 吃到飽吃到爽 晚上吃了那麼多肉 你們也有看到了吧 323塊台幣 而且可以自己煮可以掌握 我裡面要加什麼 我要用什麼油 我們買的都是有機的 然後呢所有的肉都是最好的肉 就是沒有在挑便宜的買 完全沒有 323磅 然後我剛剛說我在外面吃是花多少 1700多對不對 我有點嚇到 因為我其實一直都知道說在家裡煮一定是比較便宜 但是我從來沒有這樣子認真精細的去算過 而且我那一天就是自己在家裡做的那一天 三餐都吃的滿健康的 有紅肉有白肉有菜有蛋 OK如果還要再加上我吃的那個羊羹好了 我記得羊羹是2.7多磅吧對不對 加上羊羹之後呢是425磅 羊羹就佔了今天四分之一的開銷 所以說真的就是在家裡煮真的便宜很多耶 好啦那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在英國倫敦呢 在外食跟在家煮的差別 希望大家有被這個差別驚嚇到 然後呢但是我想要說一句就是在家煮飯呢也是有壞處的 因為要洗碗 在外吃飯呢可以不用洗碗的這個代價是什麼 無價 所以說呢有時候還是必須得去外面吃飯 有些東西在家裡自己煮不出來嘛 所以說就 Well anyway 還是要取得一個平衡啦 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啦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了可 foolish 兩個 provinces 這就是我們的畫面 我們會拍照 這就asters